基本上對我來說 因為我個人喜歡吃牛肉 常是說 不要帶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上山 我第一天就想撤退了 我真的超後悔的 我會覺得說 爬山 一定要吃自己喜歡的食物 因為當你一整天非常非常累之後 有時候那個動力就是 你知道你都還沒回到山屋 你就開始聊天 今天晚上的晚餐是什麼 今天你的宵夜是什麼 我就會讓你很期待這樣子 尤其在山上又冷 喝熱的東西其實會讓人非常舒服 我曾經因為嘗試說 我不想背得那麼重 然後我嘗試說 不要帶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上山 我要什麼輕量化 要什麼高熱量 要什麼這樣子去規劃這個行程 我第一天就想撤退了 我真的超後悔的 我那時候因為 為了重量跟熱量的關係 我就比較不帶軟糖 軟糖它是比較重嘛 但是它的熱量 像跟巧克力什麼比起來 或許比較少一點之類的 那我就第一天就超崩潰的 我就覺得我要撤退 我真的非常有這種想法 後來我 從那一次之後 我真的覺得上山還是要帶自己愛吃的東西 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我在山下跟山上 我的飲食習慣都是一樣的 愛吃的東西還是愛吃 在山上會一定要吃什麼嗎 基本上對我來說 因為我個人喜歡吃牛肉 所以可能像一些牛肉的料理 譬如說紅燒牛腩 或牛排 或是黑胡椒牛柳 這些東西 基本上最起碼要有一樣吧 對 就是我比較 因為如果沒有吃到 或太多天沒有吃到肉的話 尤其是像牛肉的話 我就會覺得 好像 覺得沒有吃到正餐的感覺 有時候比較多天的料理 甚至我會準備 例如像客家小炒這樣子 客家小炒的話 就比較複雜一點了 但是那也是我很喜歡的料理 而且它可以放很多天 就是它有 主要有豆干 然後魷魚跟肉絲 然後還有青菜 青菜它基本上可以放得比較多天 所有青菜的保存 都是有一個原則 就是說你不能用塑膠袋去包 你一定要用籽類的東西 因為它要透氣 它植物的水氣如果沒有出來 它會把自己悶壞掉 跟我們平常炒菜都一樣 就加油 然後加蒜頭爆香 然後再把這些料放下去炒 最後再加青菜這樣子 像調味方式的話 客家小炒可能比較 需要注意一點的地方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單純的醬油鹽一鹽就好 可能還是需要有一點糖 加點糖的話 它的味道整個會非常的香 但是我覺得山上跟山下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當我在山上的時候 我會比較放肆的 吃我喜歡吃的餅乾糖果 這些高熱量的東西 可是在山下的時候 當你今天突然又嘴殘 去買一個糖果的時候 你心裡就會覺得 我沒運動耶 我說吃這個糖果是不是 會不會你的熱量累積太多 又沒有消耗 像我爬升母豐的時候 我的所有隊員 包括我的巷島 他們平均都 就是爬一趟這個山 平均都瘦個五到十公斤 結果我下山之後 胖了四公斤 而且那四公斤 我記得我下山之後回來 剪了一年吧才剪掉 基本上在大本營的時候 我就保持我在台灣山上那種 很愛吃的這種習慣 所以我在大本營我會 我常常去廚房亂 有些食材我都自己帶上去 我還有做珍珠奶茶 然後去分給其他國外的 這個攀登者他們嘗試 所以對我來說 在高海拔你還是要吃 自己喜歡的東西 尤其在那種 會讓人食慾降低的地方 然後你為了那些重量 去帶一個你不愛吃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後果更嚴重 因為你根本就吃不下去